你就是白蔷薇啊 是啊 有什么事 没什么了 我要你跟你那一票来跟我 好啊 谁来带头当大姐呢 当然是我当大姐了 哼 凭什么 论旧小你又没我屌 论人面你又没我管 你以为你谁啊 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江湖 有江湖的地方就会有刀光剑影和腥风血雨 戒备尊严的监狱其实就是一个威缩的江湖 这里汇集了社会上的三教九流 鱼龙混杂 既有黑帮老大 也有地痞流氓小混 当然也有正直老实的普通人 总之里面的犯人形形色色 每个人都各怀心服事 人情事故的复杂程度 比外面的社会是有过之而无极 今儿跟大伙聊几部 关于监狱题材的香港电影 这种类型的影片 几乎囊括了香港所有誓言反派的演员 除了我们熟知的四大恶人 何家居 陈奎安 黄光亮和李辽基 还有很多我们看着面熟 但叫不上名字的优秀反派演员 提到这个类型的电影 可能很多人首先想到的 就是林领东在1987年 指导的《监狱风云》 由梁家辉饰演的广告设计师 卢家耀因失手杀人而被判入狱三年 这个从没有前科 老实巴交的男人入狱之后 因为不懂规矩吃尽了苦头 监狱里拉帮结派 光心狠手辣的老大就有好几个 这帮人在外面大多数都是黑帮的成员 进来之后人不消停 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 卢家耀这个老实人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 但有时候惹不起也躲不起 由于性格耿直没有眼力见 卢家耀得罪了狱中的老大 幸好有阿正帮忙他才躲过了一劫 正如阿正所说 监狱就像一个野生动物保护区 丛林法则弱肉强食 有的人是老虎狮子 而他们俩就像猴子和小绵羊 退一步海过天空 忍一时风平浪静 该服软的时候就得服软 影片刚开始展现的是犯人和犯人的斗争 最后上升到了犯人和狱警之间的较量 监狱风云2仍是由林领东指导周润发领先主演 是监狱风云的续集 除了梁家辉没有参演 其他角色基本上仍是第一部的那些人 而且又增加了以德夫人的陈松永 和画家间现场演员徐锦江等人 影片的剧情和第一部差不多 主要讲的是由周润发饰演的阿正 同监狱里的帮派 以及坏狱警斗智斗勇的故事 陈松永饰演的龙哥代替了梁家辉的角色 在狱中和阿正成为了好朋友 上一部被阿正搞垮的狱警队长走了之后 由徐锦江饰演的队长上任了 这家伙比他的前任更加的残暴 一直在瞅机会找阿正的麻烦 由于阿正在上一部打了狱警队长 本该早就出狱的他又被嫁行了 这也直接导致他儿子被送进了孤儿院 加上母亲的去世 阿正的心情低落到了极点 得知儿子生命的消息 阿正希望狱警队长能够批准他去探望 但是被冷血的队长一口给毁绝了 阿正情急之下越狱潜逃 终于见到了自己的儿子 完事之后 阿正主动投案自首回到了监狱 阿正的这次越狱 把狱警队长搞得非常的被动 他暗中指使大圈仔收拾阿正 在这次混战中 大逼哥不幸被大圈仔给查了 狱警队长把这件事 嫁祸给了以德夫人的龙哥 龙哥一怒之下 打晕点队长越狱逃跑了 监狱里犯人和犯人之间的斗争 除了为了各自的利益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狱警队长利用职权公报私仇 阿正被逼无奈 沿着以德夫人的龙哥的逃跑路线 再次越狱 话说你们这监狱跟公共厕所似的 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这对患难的兄弟也真是有缘分 哥俩很快就在鸡舍邂逅 阿正在去看望儿子的时候 被警方给活捉了 回到监狱之后 狱警队长变本加厉 开始对阿正更加残暴的报复 最后被神勇的阿正给反杀了 除了林领东指导的 这两部监狱题材的影片之外 黑玉断肠哥气生猪肉 和黑玉断肠哥之无期徒刑 也广为大家熟知 这两部影片在剧情方面 跟监狱风云有很多相似之处 由梁朝伟饰演的记者陈安 因为揭露警察的贪污行为 被探长张耀祖陷害而进了监狱 影片中同样汇集了很多老戏骨 林国斌饰演的 狱警队长的残暴程度 比起张耀阳和徐锦江 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之前的狱警都是利用犯人打犯人 而我们的断水流大师兄就简单多了 直接亲自动手 四大恶人中的李肇基 也出现在了影片之中 大逼哥从监狱风云中的小楼落 也上升到了大哥级人物 红花还得绿叶二配 但凡此类影片 当主人公进入监狱之后 总会有一个很关心他的狱友 吴梦达这个黄金配角 无论在任何影片中 都能把主角的风头里抢了 这部影片与监狱风云不同的是 故事性变得更强了 犯人们都非常的齐心 没有人为了死里而成为叛徒 而梁朝伟饰演的陈安 也不是昏日子型的犯人 在徐锦江饰演的犯人 被狱警队长杀害之后 他委托监狱内某个正直的狱警 把这一消息传击了出去 而他的女朋友在外面也没闲着 利用另一位跟张耀祖 用矛盾的探长将张耀祖拉下了马 张耀祖判刑之后 被送进了陈安所在的监狱 为了报一箭之仇 张耀祖偷袭了陈安 但是吴梦达却替陈安打了一刀 最后犯人们齐心合力 把张耀祖给干掉 影片的整个基调非常的正能量 而正义最终也战胜了邪恶 黑玉断肠割之无期徒刑 虽然在很多桥段上 都和前几步有相似之处 但是在描写犯人和狱警之间的 冲突方面更加的激烈 这里的狱警 大多数都比囚犯更加的邪恶 由吴振宇饰演的陈律师 因为跟吴良警察发生冲突 失手打伤人 而被判入狱九个月 而那个被陈律师打伤的警察 恰好就是狱警队长的表弟 由于陈律师平时经常 替一些帮派人士打官司 因此在监狱里非常的受欢迎 但狱警队长公报私仇 上来就先给了陈律师一个下马回 龙芳饰演的狱警队长 区别于前几位 他不仅心狠手辣杀了一个犯人 而且还把陈律师的姐姐妹妹给害惨 不过这哥们最后也没了好压长 被一众囚犯给吊死了 影片的反讽意味在于 作为律师的陈律师 始终坚持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权益 但最终确实他亲手吊死了狱警队长 相较于前几部比较沉重的监狱影片 《监狱不设防》 这部带点恐怖色彩的喜剧片 让人感觉轻松了不少 上世纪70年代 由李立珍饰演的女囚犯小珍 在越狱的时候不幸被摔死了 之后她的魂魄被法师封印在了官邸巷之中 十年之后在同一所监狱 女犯人黑牛正在越狱 由于前期工作准备的比较充分 黑牛顺利的逃出了监狱 但很快她就发现 这不过是自己的一场美梦而已 这是一部以娘子军为主的监狱影片 虽然都是女犯人 但东西手来一点都不比男人逊色 女狱警狠起来 那也是巾帼不让须眉 故事的起因是一名叫 小夏的女狱警 跟男朋友优惠的时候 无意中打碎了观光项 从而把十年前那名叫 小真的女囚犯的鬼魂给放出来 夏的女狱警小夏 一个不留神就摔死了 男子监狱里的拉帮结派和霸凌事件 在女子监狱里一样都不少 这帮女人在外边 没有几个是省油的灯 而且相比于男人来说 女人的嫉妒心似乎更强一些 因此矛盾冲突也是更加的强烈 女人之间的打劲 虽然伤害性不大 但侮辱性极强 这帮女犯人正打得热闹的时候 有阴阳眼的黑妞看到了小珍的鬼魂 她的一声尖叫把所有人都吓坏 由于只有黑妞能看到自己 因此小珍非常希望 能够和黑妞成为好朋友 除了典狱长 影片中唯一的男性角色 就是来监狱搞装修的三个呆瓜 虽然都是歪瓜裂枣 但在女犯人的眼里 全都成了香波波 一直想逃狱的黑妞 在别的女犯人的举报下 最终被活捉了 为了替黑妞报仇 小珍开始在监狱里搞恶作剧了 小珍之所以一直缠着黑妞 其目的就是希望 黑妞能帮自己投胎转世 如果黑妞肯帮忙 她也可以帮着黑妞越狱 被女鬼小珍这么一折腾 监狱里的女犯人可不干了 强烈要求狱警抓鬼 不然就把他们转到别的监狱 典狱长无奈只好请人来抓鬼 可由于法力不够 反倒把那位女狱警的鬼婚给招来了 最后在典狱长 那位会毛山树的女朋友 和小珍的齐心合力之下 才把女狱警的鬼婚给摆平 影片的前半段表现的是 女囚犯在狱中的生活 后半段则直接变成了驱伪的戏码 因此严格来说 这并不是一部真正的监狱影片 由吴嘉丽领先主演的影片第一剪 同样也是一部 以女性角色为主的监狱片 所谓第一剪 就是第一次进监狱的意思 玉凤在男朋友的忽悠下 主动进入监狱刺杀一个女人 玉凤的男朋友是黑帮的一个小头目 她的大哥被吴嘉丽饰演的丧婆给干掉 小头目利用玉凤对自己的爱 把这个单纯的女孩送进监狱 完成刺杀丧婆的任务 跟大多数监狱片一样 玉凤这个小白刚一进监狱 就被育友男人婆胖揍了一顿 在之后的日子里 挨打成了玉凤的家常便饭 而那些女玉警也是助纣为虐 专门欺负那些老师 终于有一天 所有犯人都不敢惹得丧婆出手解救了玉凤 因为所有人都知道 丧婆是因为杀了黑帮老大才进来的 这种狠角色一般人都唯恐避之不及 那么丧婆为什么要杀黑帮大哥呢 这里面有一段渊源 由刘德华饰演的警察 奉命卧底在了黑帮老大的身边 作为应招女郎的丧婆跟华仔认识之后 华仔不仅帮着他戒毒 而且两人还产生了感情 这段感情对丧婆来说是刻骨铭心的 后来华仔的身份暴露被黑帮老大给杀了 为了替华仔报仇 丧婆开枪打死了陷害华仔的家伙 通过男朋友提供的情报 玉凤终于发现丧婆就是自己的目标 但经过这些日子的接触 玉凤已经和丧婆成为了很好的朋友 因此他根本就下不去手 影片展现了那些侮辱歧途的女人的悲惨命运 和好姐妹之间的真挚情谊 其中的很多情节还是相当的感人的 监狱类型的影片都有一个基本的公式 为了制造冲突 在人物设置方面都是大同小异 比如典狱长这个角色 如果不是坏透了 就是对下属的胡作非为不管不问 而直接管理范身的狱警队长 差不多全是心里扭曲的大恶人 另外再加上一个凶狠残暴 专门欺负新人的凡人老大 和一个刚刚入狱 正知善良的主人公 这人员基本上就算配齐了 由郑玉玲夏文西冯宝宝等人主演的影片 女子监狱可以说是这个公式的代表之一 由夏文西饰演的阿慧 在结婚的当天因打上了未婚夫的债主 而被判入狱一年半 和她一同入狱的 还有脾气暴躁的大姐大灵姐 灵姐是这里的常客 跟狱警和犯人们都非常的熟 由鲁芬饰演的山东婆 是这个监狱里的犯人老大 仗着有狱警队长的撑腰 整天胡作非为欺负欲友 是典型的大反派 影片中犯人的斗争 主要是在灵姐和山东婆之间展开的 两人都想做大姐大 灵姐人缘好 大家都支持她 山东婆的优势在于有狱警撑腰 因此双方的斗争还是相当的残酷 而好人永远是被欺负和受委屈的一方 这女人要是狠起来 真没男人什么事的 虽然小拳头没有男人的那么重 但连抓带脑也受不了 影片主要呈现了犯人在监狱中 受到的种种不公平的待遇 自私嫉妒狭隘等等 人性的仇恶在这里一览无异 不过影片的结局还是很正能量的 在灵姐等人的抗争下 犯人的权益得到了保障 不作为的典狱长和残暴的狱警队长 全都被调走了 其实无论任何类型的影片 都是想通过故事来揣递出某种意义 不管是上扬结局还是低落结局 都是照进现实的存在 正如编剧教父罗伯特麦基所说 故事是生活的比喻 不仅给了我们感同身受的共情 也给了我们更多的期望